几乎每个年轻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豪宅梦 梦想着自己拥有一座豪宅 但现实的压力和高房价让你失望透顶 其实不只是大房子才能带给你想象和美好的生活 下面这13座充满心意的小屋一样是温暖的归宿 英国码头之家 位于英国威尔市的码头之家曾经是全世界最小的房子 从16世纪一直到1900年一直有人居住 最后一个住在里面的人是Robert Jones 因为天花板太低不得不搬出去 如今这座小房子成为了博物馆 哥斯大黎家 波音飞机饭店 一位商人买下了被淘汰的波音飞机 把它安置在湖边 并且改造成一家温馨的饭店 冰箱小屋 现在的房子大部分没有酒窖 这座冰箱小屋就可以化身酒窖 你可以在院子中挖个坑把它放进去 如果你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它也可以是你的小屋 泰国南瓜屋 斯蒂在一个王国农场花9000美元 折合新台币约26万建造的小屋 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南瓜 荷兰随盖随住公寓 这些迷你屋在一天内就可以建造完成 内部有厨房客厅卧室 还有一些家具 苏格兰布隆的家 据说是2015年的一场风暴后 当地人筹款建造了这座小屋 这座位于湖东西的小屋 充满神秘与宁静 阿尔卑斯山 UFOGEL小屋 Gator John们建造的面积只有13.5平的小屋 名字中的UFO为不明飞行物 这表示鸟 弹形水上小屋 它是一座太阳能的生态住宅 长度6米 直径2.8米 里面有一个淋浴间 一个炉子 一座吊床 移动房子 这座可移动的房子是由创意公司M55和Wising Arts Center合作建造 这个神奇的房子总规模为3.72×3.5×3.5米 总重是1200公斤 移动速度每小时37英里 约每小时60公里 房子顶部还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 杰克 最小的房子 位于布拉格的这栋小房子建立在两栋建筑中间 宽度只有2.25米 他曾经做过艺术工作室酒吧 如丁式潜亭 滑雪手Mike Bassett 建造的7平方公尺小屋 全部采用生态材料 太阳能提供光能和热能 随后再朋友的帮助 下他又建造了一座可移动小屋 柏林设计师设计的一平方米的房子 更像是一件艺术品 他有属于自己的轮子 总重只有40.8公斤 你可以带着他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千岛屋 美国和加拿大边境有1864个岛屿 最大的岛屿上生活着1500人 最小的岛屿上只有一座房子